OK 那這台車我就不多說 因為他上去應該就是當靶子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是要擊回這個 五輛的這個頂階車 五輛就好 不要太多 因為頂階本身已經夠難玩 如果你要帶這些上去的話 那真的是災難 OMG 我們做到 哈哈哈哈 Holy shit OMG OK 布萊德利 Come on Come on 重裝啊 OMG 我們有殺了一台 輕爹之力啊 布萊德利也是目前 烏爾戰場的主力啊 NO OMG NO OK 這可以模擬我們被標槍集中就是這樣子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戰爭雷聽 我是瘋哥 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幾張照片 這幾張照片呢顯示就是一台火車嘛 他們上面載著這個俄羅斯的坦克 可是你們如果仔細看會發現這些坦克 這個似乎不是近代的坦克 而是這個俄羅斯或是蘇聯時代這個冷戰時期的坦克 他們即將要被送到烏爾戰場的前線 那我們也知道烏爾戰爭打下來已經快要這個一年多了嘛 雙方的這個補給資源其實都消耗的非常非常快 而俄羅斯方面因為受到國際制裁之類的 所以他們似乎他們的後勤似乎已經開始有點出現緊缺 而坦克方面可能也一直在損失 所以他們可能已經不得不把一些比較舊時代的裝備給派上這個戰場 那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這幾輛比較冷戰時期或是蘇聯時期的坦克 那這就讓我好奇了 這些坦克如果要排在這個現代的話 那他們究竟會有什麼功用 而他們上戰場之後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 所以呢今天呢我們要來玩這個 冷戰時期蘇聯坦克現代戰爭對決 OK這是我臨時亂取的 反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把這幾輛 看起來有在列車上的坦克都帶到這個頂階場作戰喔 首先呢我們有我們這個T5 照片上看起來是T5原本T5A沒錯 可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帶T5A會真的會很慘 而且我這台沒有完全升滿 所以其實我覺得帶這個T5AM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其實T5AM上面就只是裝了這些這個外加的這種裝甲套件 這種複合裝甲套件 讓他的防護力可以獲得稍微的提升 其實這台坦克在這個8.3分房算是非常不錯的喔 只是我們今天要把他帶到11.3 這個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那T5AM呢他可以打這個蘇聯時期的初代鋼針 也就是這個無心短幹的這個3BM25 那穿身可以來到這335毫米 可能我們側面可以穿一些愛布蘭嗎 甚至我們都可以帶這個BR412D之類的 我們可以有比較好的後效 OK那再來看我們的這個T62M1 這個也是最近大家有在這個照片上看到 T62似乎也被拍到這個烏二戰場的前線喔 那這T62呢上面有裝的類似於這種T55的這種裝甲套件 能讓他的防護力獲得算是 如果對化學能彈算是會有蠻大的提升 那他的炮呢是一門這個115毫米這個U5TS 他跟T55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已經換成這個滑糖炮了 如果你們看這個T5他也是用這個線糖炮 你們可以從這個非常細微發現他是用線糖炮 而T62是世界上第一款這個配備滑糖炮的這個主戰車 那他可以打這個 畢竟滑糖炮的出速比較快 所以他可以打這個3BM28 那穿身可以來到386毫米 這個算是比T55MA好上不少 我們的弱點是 我們的比較弱勢的地方是我們的裝填速度 並且這種T系列坦克的 應該不能這樣講 冷戰時期的T系列坦克 他們都還沒有配備這個 比較初期的都還沒有配備那個 自動裝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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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呃我們裝填會變得比較慢 那浮腳就不用說了 真的沒有浮腳 那再來我們的最爺爺級的東西 T54也要被派上無二戰場 這個是真的我 我真的 I don't understand 真的真的太誇張了 T54耶 這個東西冷戰初期的東西要派上戰場 OK 他首先呢他沒有任何的這個炮紋 他沒有任何的炮紋 然後他100毫米炮只能打APDS 機動性炮塔轉得慢 機動性也普普 如果我們要上到頂階的話 這有點像是 他甚至比 我覺得他甚至比國軍的MCE低還有慘 OK 那這台車我就不多說 因為他上去應該就是當靶子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是要集會這個 五輛的這個頂階車 五輛就好 不要太多 因為頂階本身已經夠難玩 你如果你要帶這些上去的話 那真的是災難 其實這個遊戲已經充分的模擬出現在無二戰場的情況 因為我們帶到頂階 我們會遇到什麼 烏克蘭現在有什麼 暴2 M1 艾布蘭 A2 還A2 然後挑戰者 這些頂階都會遇到 OK 所以其實 現在頂階你這樣子玩 是還蠻模擬現在戰爭的狀況的 OK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馬上來看這個 人戰時期蘇聯坦克在現在戰爭中的表現吧 OK 各位 歡迎來到第一場 第一場我們非常幸運的就遇到夜戰 那夜戰也能體現出這些蘇聯坦克 他們早期時期 沒有熱成像的這個缺點 變成說 我們只有 不要推 變成說我們只有這種夜市儀 不過如果我們要打這種 就是類似於這種 這些戰車要派上戰場的話 他們一定都是打這種 比較偏伏擊的戰術喔 有點像是勇虎的狀態 OMG 看這個後效 OMG 那裡有台鮑爾 不過現在我們就是要試著去側繞到他們側面 如果真的 俄軍真的要使用這些坦克上戰場的話 他們也只能這樣做了 就是擔任伏擊 而且說實在真正戰爭也不會只有坦克 也會有步兵喔 所以這些坦克用來打步兵 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我們現在就伏擊在這 OK 我們把耗管打壞 賺個助攻好不好 OMG OMG 我們殺掉一台了 OK KILL NUMBER ONE KILL NUMBER ONE 99A It's 99A WTF OK 我剛才應該再打第一點 不然我們就有第二個殺了 欸 其實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慘欸 OK 布萊得利 可以 COME ON 重裝阿 OMG 我們又殺了一台 輕爹之力阿 布萊得利也是目前 烏爾戰場的主力阿 OMG NO OK OK 這可以模擬我們被標槍集中就是這樣子 OK 各位 歡迎來到第二場 我自己覺得其實好像不差欸 這太誇張了吧 只能說這些俄羅斯坦克在 在 或是蘇聯時代的坦克在那個時候是蠻強的 應該說 其實一直都是蠻 蠻不錯的 就是你要打比較偏伏級的角色阿 那OK 第二場我們帶出的是這台T5AM T5的話 我覺得 也會起到不錯 主要是 OMG 我 OK 只要是該有的都有 他有砲紋 他有 還不然 他有鋼針 他有 什麼都有阿 他只是沒有什麼後效而已 Oh fuck 一樣打伏肌 喔喔喔喔喔喔 等一下 我們今天就是殺一大堆中國坦克是不是 WTF 他來了 先廢砲管 OK OK Nice Oh my god Shit Come on OK 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但是我們要帶出我們的T5C Hahaha A few moments later 真是不容易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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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 歡迎來到頂階智障圖 那這次 我打算帶出我們的爺爺集體武士 這些爺爺集體武士呢 我這次給他帶這種 BR412這種 穿甲榴彈喔 主要是後效比較好啊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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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F OH NO 你幹嘛跟一台T54搶頭啊 T80 NO 人生就是一場賭注啊 俄羅斯派這種冷戰車也是一種賭注啊 只是就是 倒面非常大 太棒 樂克來了也參戰了 OK 各位 總計到目前我們已經用這些蘇聯冷戰坦克殺到了大概三台吧 我現在剩兩台喔 但是呢 我要 新加一個規定 就是我們有一台一定要用T54殺到 其實T54他的 直線加速還蠻不錯 所以我們可以不要到我們 不要找到我們的這個 呃 狙擊點 不過 真的 沒泡溫 然後 真的是很討厭 我們可以打一點煙 HOLY SHIT HOLY SHIT 他已經把正面轉到我們 他就沒機會了 OK 上面 OM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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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歡迎來到最後一場 那我相信把這些冷戰車帶到頂階 是絕對可行的啊 這真的是太好玩了 成就感太大了 那當然如果你要說真實層面的話 我會覺得說 雖然是的確啦 你是有機會去擊殺到敵方 只是這真的是完全對坦克內的組員 是一種極度的蔑視嗎 反正就是完全如果他們被擊中了 就沒有任何的生存機會 尤其這種 而是坦克他們內部空間其實是非常擁擠的 所以你說要逃生也逃不掉 那如果以真實層面去講 這樣的話 這些冷戰坦 蘇聯坦克在戰場上會有什麼功用的話 基本上還是去做 敷擊然後 有可能不太會去打戰車 真的應該是不太會去打戰車 但就是 有一個裝甲力量可以去 敷擊一些步兵 或是抵擋一些步兵的 比如說彈藥之類的 我是覺得 OMG 他應該停下來 我是覺得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 這真的是拿軍人的生命在開玩笑欸 這是不要命的 畢竟 沃桑德可以死掉重來 這個 人生死掉了就沒了 他正在站了一點 Holy OK 這非常的無二 Challender 2 他成員組的生命在開玩笑 天啊 下裝甲也穿不了 XD 他應該知道我在這 沒錯 OK 謝謝各位的收看